综艺大集合女星高处落下,紧急送医。 胡瓜主持的综艺大集合精传女星受伤,图民事提供。2018年2月4日。 综艺大集合11日到台中大利瑞和公出外景,固定班底郭廷军站在高台上,下面气垫则放了一堆气球,为了将气球一一压爆,郭廷军呈现大自行往下一跳。 虽然气球真的破了,但郭廷军却趴在垫上迟迟没有动作,似乎是受伤了阿祥见状上前查看后,回头紧张地看住众人,工作人员也赶紧上前关心,不敢移动他。 一旁民众也相当惊慌,频频问住,怎么了?昏到了吗? 据苹果日报报道,该节目制作人萧介修对此事回应,郭廷军玩游戏跳气垫,因为姿势不太对,跳下来时他用手去撑,后来送医院照X光。 还好没伤到骨头,只有伤到筋,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 至于之后是否还会录制该单元?制作人表示后续会再观察,再做讨论。 郭廷军趴得不起,阿祥赶紧上前查看。 图翻设字爆料公社 郭廷军惊传受伤 图翻设字免书 2018年3月11日 固定班底女星郭廷军玩游戏时惊传意外,从高处跳下后整个人无法自己爬起来,显然有受伤,制作单位连忙将她送医。 对此,民事回应,她目前已返家休息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对于郭廷军受伤仪式,民事回应如下,关于郭廷军今天录映综艺大集合,给我宝宝,单元传出受伤仪式。 制作单位有第一时间处理,并送到医院检查伤势,检查后确认是筋拉伤,持续冰敷就好,已无大碍,目前已返家休息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